谢谢各位 来到这演出啊 打心眼里边高兴 为什么呢 怎么回事 因为是郭老师带领我们来的 我们有头 大家对郭德纲老师非常的了解 都认识 但是您不如我了解 您关系近 不光关系近 还怎么着 我跟郭德纲是老乡 另外来说我们是发小的朋友 发小 就是打小就认识 打小一块玩一块长起来的 互相特别熟悉 那太知道了 郭德纲这个人呢 人性有问题 你看大家都表示同意 你看是不是 确实有 我问你 他有什么问题 让您给评评理 他这算不算问题 我给断断 郭德纲这个人 说话从来都不算数 怎么了 怎么了 说好了一块长起来 长半截他不长了 你说这家伙 我觉得他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什么意思 过分了 我看你才过分了 这是玩笑话 逗着玩了 郭德纲啊 小巧玲珑 喝这词用的 受到大家的欢迎 相声说的好 为什么人家相声说的好啊 什么原因的 我总结了 你谈谈 郭德纲对相声最大的贡献 在哪儿啊 能够整理加工 这算优点了 把传统节目当中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好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全是糟粕了 反正他改的好 不光能说而且能唱 唱也好 嗓音条件好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什么呢 有一个好的合作者 这搭档也好 好搭档 郭老师的搭档大家也非常的喜欢 都认识 叫鱼鞭 鱼鞭 您等会儿 鱼鞭 鱼鞭老师 相声说的好 大家对鱼老师也非常的喜欢 是 都熟悉 鱼鞭老师有个最大的爱好 什么呀 喜欢养宠物 他最喜欢活物 在北京大兴有一个李贤这么个地方 对 租了一大块空地 可不小 开了一个小型的动物园 什么名呢 叫天打雷劈宠物乐园 这名字多吉利 养了好些个动物 其中最多的是马 马 矮马 让骑 我上他那骑过一次 是 小矮马这么高 比桌子还矮呢 先腿上去 马回来 人没走呢 您呀 腿太长了 我骑那马上 俩腿离不开地 是啊 上回我看那郭德纲骑的挺好 你损不损呢 个高得骑大马 对 高头大马 安颤鲜鸣 嗯 骗腿上去认凳班 按 咕噓 过得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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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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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人 你都给祸祸了 是吧 咕噓